接下來也有一個重要的盤去開 下個星期就是那個黃竹坑的新盤開架 大家都關注究竟他設立之後 那個開架定位會是怎樣呢 Ellen 怎樣揣測好呢 因為很怕下個星期回來 因為那個開架的問題 其實就令到股價可能會繼續受壓的 你怎麼看呢 其實挺緊 因為黃竹坑的盤 其實本身的地價高 差不多都是地價最高 或者樓價上升高的事 對 相對高的時候 那個應該是加上建築成本的成本 所以整體成本就兩萬八尺 這個都 當然同區樓 可能現在叫的價可能稍微高一點 或者差不多 但是如果在現在這個環境下想迅速推盤的話 可能都要有一定的折讓 的確我們也都觀察到 近這幾個月其實都很多是一個 虧本價開盤的情況 你看到過去一兩個月有些新本 其實那個開架 就已經是比地價加建築成本 為低的 究竟詳實 需不需要蝕本開架呢 這個都是大家觀望的 如果開出來的價是兩萬九至三萬 這些位置的話 可能其實它都是平手 或者是要虧一些 因為你銷售其實都有一定的費用 那這個可能是 那個赤價的可能 就5至10%左右 所以這個定價 我想對於未來股價走勢 都可能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好 那這個就下個禮拜密切留意著 另外高靖剛剛沒有講過 就是說它參考去2020年減派息之後 其實那個股價走勢都挺有趣的 它就在2021年3月底公佈業績 以及公佈派息減之後 其實它曾經有一陣滾下來的 但是看到一個白色圈圈那裡 很快之後就爬上去 全年就在2021年全年 其實就升到28%的 那究竟這個 現在我們又是見到詳實就是減派這件事 究竟現在這個跌下去 是反映著過往的一個制候指標 還是一個領先指標 如果真是你說它是 因為去年賺少了而削減派息的 而不是預計將來的前景是弱的 而預先減掉派息的 其實反映股價度 可以有很不同的走勢 我想現在這個情況 又很難與2020年、2021年去直接比較 因為你想想2021年其實是 恒指歷史新高位 就是3萬2這個位置 現在恒指是1萬6點 那你很難與當時去比較 因為當時其實本身的市場 一直向旺的時候 其實怎麼都會大起恒指成分股 還有它之前削減派息 然後之後的利潤就開始穩定了一點點 就不代表今次減完排息之後 日後的利潤都會有反彈的 未來的收入和利潤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要結合實際的市況而定 正如剛才所說 無論它的投資物業 即是商下那方面的中金收益也好 或者是賣樓收益也好 未來都會面臨著比較大的客戶壓力 那陳迷管理層的言論 會不會有些端銀 陳迷管理層的言論 相對對於本港經濟前景的看法 都是比較普適和審慎少少 某程度上都符合現實的情況 如果香港整體的國際金融地位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的話 可能對於香港的金融市場也好 或者整個地產市 受到的衝擊都應該會比較明顯 所以可能跌得多之後 跌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估值上可能會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你說會不會迅速反彈呢 暫時來看就比較困難 現在電鐺總統浪盜 弱雲,人間協能 texting行機 收益 善 指揮 す 低 交